欢迎来到新娱乐 1983年出生在我国宝岛台湾 一个英识的家庭 5岁的时候随家人一起移民去了美国 从小接受西方教育 让硬彩儿的性格变得格外开朗 这也为后来硬彩儿事业上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从小就长相出众 所到之处回头率特高 2000年17岁的硬彩儿在美国参加选美比赛 出人意料获得亚军 也正是这次比赛让他对未来产生新的想法 回香港度假的时候 正好遇见了中国星招考新人的考试 当场就被向华强和陈兰相中 被签约中国星影业齐驾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 硬彩儿的父母与陈兰夫妇关系非常好 所以才签下了他 甚至后来要招他为儿媳妇 但是这也只是道庭图说 当事人也没有回应过 但是签约之后 硬彩儿搭戏的对象几乎都是大腕级别的 这是其他明星所不及的 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 他们之间可能有某种关系 也只是可能 出道第二年就被刘德华清点为 立姑立姑新年才的女二号 同时搭档的还有古田乐 后来与陈怡逊 柳晴云 柳佳玲都又合作 有这样的大腕带节奏 再不火那就怪了 正所谓的出道集巅峰 先后拍摄了 幽魂人间二 鬼为人间 我左眼见到鬼 黑道风云 我的失意男友 豪情 七年很痒等等 短短几年就有了一席之地 这样的出道经历 更使别人羡慕嫉妒恨 但有一个人却比他更牛 那就是陈冠希 陈冠希1980年出生在江大温哥华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但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所以缺少母爱 是他内心永远过不去的坎 而他的父亲陈泽民 是俊雷国际董事局主席 财力雄厚 感情也颇为丰富 也许正是原生家庭的环境 影响了陈冠希的恋爱观 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可见原生家庭 对孩子的成长的影响力之大 1996年19岁的陈冠希 返回香港度假的时候 偶然的机会出演了参与 拍摄了一则广告 从此开设了他的演艺之路 而他的父亲陈泽民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英皇公司的高级董事 在港圈人称九哥 谢霆锋 荣祖儿 Twins和陈一迅 等都是他旗下的艺人 有这样的父亲保家护皇 自然陈冠希在娱乐圈 混得风生水起 无人能及 2000年女Magic Cube 2001年与陈文元 邓丽新 阿娇都传出过绯闻 最终也不了了之 娱乐圈就这么大 低头不见抬头剑 同样都是后起之秀 陈冠希与应草儿 两人也渐渐的熟悉了起来 两人段位差不多 自然都有强强联合的想法 当时陈冠希与陈文元 分手后 有一段的感情共创期 就这样应草儿 成了陈冠希追求的对象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当时经纪公司 也有意撮合两人 毕竟们当互对 如果成了也是一件好事 就这样 两人开始了地下恋情 但也有被媒体拍到 一起在铜锣湾 唱卡拉OK 一起跑吧 一起看演唱会等等 后来应草儿拍摄 柔道 龙虎道 期间 陈冠希也经常叹班 两人的关系一度 让人看不清 但对于这段恋情 应草儿也一直否认 称只是普通朋友 具体是否真实 我们也不得而知 直到后来 艳照们出来之后 人们才发现 当年他们确实有过那么一段 相比陈冠希 应草儿的家境 陈小春 那叫一个惨 陈小春 本名陈小珍 1967年出生在广东惠州市 13岁的时候 就辍学跟父亲到香港谋生 住过贫民窟 流落过街头 有时候 晚上饿得睡不着觉 受尽了嘲讽 跟随父亲到建筑工地打工 因为面黄肌瘦 所以只能干些灵活 后来又去干装潢 在那里他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 300港币 那段艰辛的生活中 唯一能够让陈小春高兴的就是舞蹈 没事的时候 自己总是跟着电视上的跳一段 失业后又去了发廊做学徒 正是这段经历让他走上了演艺之路 当时理发的客人说 下午要去香港 面试无线电视台的舞蹈演员 说着无心听着有意 他向客人问清楚时间地点后 当天也赶去了考场 让他出乎意料的是 在跳完几个指定动作和自由发挥动作之后 陈小春竟然被当场录取了 两个月后 为他的偶像谭永玲 做演唱会伴舞 熟练的动作 动情的表演 打动谭永玲 一回声二回熟 后来谭把他介绍给许多大碗明星 点名要他做演唱伴舞 无论是哪个行业 只要你做到极致 你就是专业的 陈小春一干就是七年 直到1992年 陈小春在一次庆功会上 陈小春被同事推上舞台表演节目 他拿起话筒 唱了一首谭永玲的《水中花》 一鸣惊人 也正因为这一举动 也引起了新工厂老板许愿的注意 后来邀请陈小春 组建了唱跳歌舞的团体 凤活海 从那时起 真正开始了他的演艺之路 1994年 以南二号的身份出演电影 《朝九晚五》 1996年的《古惑仔》 1998年的《韦小宝》之后 陈小春火遍大江南北 也正是这几年陈小春遇到了自己的第一段恋情 但很可惜 这段恋情仅仅持续了一年的时间就分开了 后来又传出过陈小春与张伯芝的绯闻 原因是两人同游泰国时一张照片惹出的霍端 但这段恋情 陈小春始终没有承认过 所以是否真实存在也不得而知 但是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两人的关系很好 即使后来艳照门之后 或者张伯芝与谢霆锋分手 陈小春总是站在张伯芝这一边 这样的关系显然毋庸置疑 爱情就是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差一点也不行 就这样 与陈冠希分手后的应彩儿 遇到了陈小春 两人同属于一个经纪公司 但是应彩儿起初对他并不来电 毕竟陈小春比应彩儿大16岁 用应彩儿的话说 是看着陈小春的电影长大的 他喜欢那个山鸡哥 而陈小春很喜欢他的 《雀胜2》自摸天后 后来两个人经过姐妹撮合 一来二去就认真了起来 2007年在应彩儿生日那天 两人恋情曝光 幸福情绪持续了不长时间 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就爆出了 一时间娱乐圈疯狂了 应彩儿也被牵扯其中 一边是刚刚开始的恋情 一边是刚刚爆出的爆料 换作是谁 也得好好想想如何抉择 面对这样的事件 陈小春也霸气回应 算什么男人 更霸气的是2009年 应彩儿生日那天 陈小春向应彩儿求婚 扑通跪倒在地上 掏出钻戒就开始哭 2010年2月 两人登记结婚 11月举办婚宴 现场热闻酒 此代表幸福长久 婚礼现场 陈小春可是准备了一份 特殊的约定书 可见这份感情 在陈小春心中地位有多重 2013年7月 应彩儿为陈小春产下义子 陈寅节 2019年演唱会宣布 应彩儿怀二胎 爱情不需要太多的言语 想办一生就是最好的誓言 当年力挺张博之的谢挺风 风头一过 也匆匆离了婚 而后来的阿娇 极端感情之后 也离了婚 纵观照片们背后 涉及的15位女明星 张博之 阿娇 Magic Q 陈思慧等等 都已离婚 剩下的也是 退出了娱乐圈 与普通老公 低调结婚 而唯独 应彩儿如今 生活幸福 有人疼 有人爱 依然活跃在娱乐圈中 这又是为何 一 首先两人之间是真爱 曾经陈小春也爆料过 两人有一段时间经常吵架 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 两人都没有动过离婚的念头 互相给台阶下 这是他们能够长久下去的主要原因 二 两人性格互补 陈小春有点内向 硬材 性格强势 碰上陈小春刚刚好 两人矛盾 能够缓和一些 用陈小春的话说 就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其实这也是陈小春对他的宠爱 三 婚姻需要包容 谁没有点过去 谁不犯点错 不要老是揪着别人的小辫子不放 该放下的时候就要放下 夫妻之间更应该如此 要学会包容才是长久的法宝 如今 51岁的陈小春 事业有成 家有娇妻 老来得子 或者小棉袄 这样的日子 怎能不让人羡慕呢 而经历过风雨之后的硬材儿 也祝货幸福 有人疼 有人爱 尚是让人羡慕的